其實最早的時候這個故事不是叫吳家有喜 是叫做小男人走記三的吳家有女33D 在這個戲裡面我有三個情人 一個就是今世的情人周秀蘭 一個就是前世的情人 個個都說女兒就是老爸的前世情人 所以我有一個前世的情人 和一個過世的情人 就是Anne 即是我的前妻 話說梁寬和她的前妻Anne 有一個女兒 她很疼女兒 但女兒八歲那一年 前妻Anne就頂不上我老公 就帶走了女兒 所以在梁寬的記憶裡面 她的女兒永遠只有八歲 然後在十三年後 突然有一天有一個 33D、42佔長腿的少女站在門口按鐘 告訴她 爸爸我回來了 我是你的女兒 我是你的女兒 你怎樣去接受 你怎樣去面對一個這麼索的女兒 這個女兒的回來 就令到梁寬 本來已經不是很平靜的心 是更加回幸福地 你又是33D、媽媽 道歉啊你現在說 我為甚麼要道歉啊 我不會道歉的 你去道歉吧 而其實她為了要討好前妻 她基本上已經變了 她已經再不是小男人 是變成另一個很憎靈的男人 但是女兒回來之後 是改變回她 令到她找回自己 她說賣我去非洲 在這個故事裡 我刻意地 就是要找一些有趣的關係來寫 所以喜喜是一個很漂亮 很純潔的 等於戲裡面說 她是上天派來的天使 她身邊有一個觀音兵 但這個觀音兵不是男生 她是一個男子頭的女子 一個TOMBOY 就是一個永遠都是保護著 我女兒喜喜的一個觀音兵 然後還有BabyJohn 我會覺得她是一個 小男人的承傳 我希望她會承傳 今時今日的小男人 會是怎樣的 這樣怎樣的 今集我請了陳友來幫忙 去做一個 壞到沒有人有的老闆 想不到十多年後變化不大 正雞低低 還有一個擦鞋都沒有人有的張繼聰 師傅你照著我 哪有錢換車 巴士也沒得坐 是嗎 乘責著女神 和小男人周記的關係 在第三集裡 當代的女神 我自己一定是周秀娜 周秀娜會飾演我的情人 對不起 今天不在狀態 有很多的留言 就是說 有沒有Q太郎大鼓劃先 我可以告訴大家 有什麼可能沒有他們 我們三位一體 我支持她 我不支持 我真的支持她 我不催你將 你撒我成 十四十五粒 大鼓劃成 祝你上帝結合 大家都很緊張 前妻這個N點 這戲是一個很大的量點 很大的壞點 我現在先買個關子 大家想要求的東西 其實我都盡量滿足 不是滿足 除了滿足你們之外 我更加是因為 是要這樣 小男人周記的衣服才圓滿